又到了一台我的大玩具 据说这台车是最具有复古气质的电脑 这大箱子看着可挺结实 车的品质估计也差不了 原以为车不大 一件实车长度都达到了2米 轴距也到了1535 这尺寸和主流的摩托车基本没啥区别 先带出来溜溜 虽然原车就挺漂亮 但我必须改了它 朋友们试了一下都说挺好气 也说原车虽然挺协调 就是轮子有点小 这个尺寸怎么样 前面5016的和伯格一样 后面来个R25的宽台和汽车一样 还是先拆车 电车先拆电池 电机在轮子里 主线都得摘了才行 摩托油箱的位置是控制器集成 电都在这里转换控制 橙色是电池输出 把它抽掉 黑色就是电机供电主线 就是这三根和一个集中插头 直接抽出来 不行卡住了 应该是罗稳位空间不够 还是不行 拆插头吧 线路抽出来了 这直接连着后轮电机 所以必须拆线路 泥网上的线拔了 拆泥网 都不是金属件 有空我做一套旅的再装 原厂轮台很不错 为了造型还得换掉它 卡前拆了 只有一个卡前支架 结构挺简单的 这就下来了 就换这个 扁平比不一样 所以直径就大了很多 拆个电机看看品质咋样 我就直接暴力拆了 墙瓷吸得很紧 人力拔不出来 轴位得拧个加上螺丝 顶下来就行了 一圈墙瓷 用料挺扎实的 盖子也得磕 我想给它拖起 要圆绿色 轴绳贴上 细活慢慢来就行 我喜欢原色 能比黑色更复古 蹲平了就行 上点发动机密封角 让你感受一下强瓷的力量 可得注意安全吧 骨头都能减碎 敲平以后 拧紧就行了 效果还不错 大了不少 继续拆前轮 泥瓷先卸掉 卡前拆了 前轮就轻松拿下了 把刹车盘拆下来 换在新轮子上 我要装个锯齿台 不用那台了 真空直接冲劲就行 因为要配合后轮 拖成原铝色比较协调 前轮大了这么多 对比一下原车的 应该挺好 后泥瓷配个端位 以后做个旅的 这R25的后宽胎 视觉很棒 5016的前轮也够了 侧面看看整体 我挺喜欢这轮子 其他的地方还得接着改 后轮还没固定 换大尺寸后轮 得坐后移 量一下 有空接着改吧 今天得加长轴距 因为轮子是够大 轴位至少得后移10公分 不然轮子都装不了 直接顶架子上 连轮子得一起拿到厂里整 不然汗的时候怕错位了 做这两个简单的配件 就不用排极光了 直接手切了 焊机也能切割 再加手挫修行 这一套操作绝对是前功的活 切下来备用 再做底板 粗皮就能用 因为焊完还得打磨 先点上几点 好测量孔位 打好定位点 还得切下来 这样单独转孔 铁板比较好转 架子不好弄 因为要钻4点同心孔 好在我们有这个大家伙 用定位追找好角度 卡紧弓件 得换个钻头 这个是锥形紧固 柴系和安装都很方便 这大孔 因为要下衬套嘛 不然拧紧的时候 车架的管就扁了 原本12.5就够用了 这衬套必须够5毫米的比后 所以得更大的孔才行 衬套就用这个吧 切两个后臂的铁管备好 先组装在一起 直接焊接就行 这样位置角度能保证不偏 焊接的轻微热变形 也可以忽略 下一步就是筋膜 然后喷塑 杀黑做完 就又成了原厂的样子 塞不进去了 原来是喷塑进炉口 密封圈炸了 整的和爆米花子的 这回可以了 我体重轻 先不换减震了 装后轮吧 换了高强度螺丝固定 直接拧紧 就行了 卡钳卡好 锁紧轴位 卡钳拧紧 管线雷上 便称随便找了个长点的 轮子大了 原厂的就用不了了 10公分的后翼 减震软了很多 不过我这70公斤的体重 够用了 有空去试试咋样吧 你们说这车到底算什么风格呢 我看这车把不太舒服 先拆了换换 除了一个定位孔 都是外线 直接拆就行 这个效果有点太硬朗了 这个高度倒适中 不过也没啥特点 小燕把有点包包风格了 不过也不够低 还不如这个下牛角 如果玩低把 这个应该更合适 是不是够特别的 我装上先玩一会儿 管线太长了 不过先窝一下用用 电池装好 去试试动力 虽然这刹车能玩飘移 不过等我有空 还是得配个ABS 姿态和动力都挺好 看我这180斤的兄弟 坐上也不显得车小吧 有点包包风格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